各位來說是陌生的 所以將來你開啟之後 按一下他對不對 原來這麼大 會遮住嗎 我習慣是移到旁邊 為什麼因為你可以一邊看 一邊寫 有沒有這邊E欄嗎 這邊就寫什麼 Sales IE 以後就把它用固定的就好了 因為反正輸出到哪一欄 就是E欄 然後你的資料從哪邊來呢 從F 從G 從H 那以後就把這個複製貼過去貼過去就好了 所以剛剛同學 OK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 少打S 有沒有 台灣人跟打一打 少打一個S 不過沒關係 如果你打對一個之後的話 後面就複製複製 所以 寫的比較快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 打完一個 然後記得就是 這個雙銀號也不能漏 然後 還有什麼 空白也不能漏 基本上這樣子應該OK 那比如說你打完09 比如說 這個09 AND對不對 AND11 11的話是在那個 F欄 那你看F欄 所以把這一串 Ctrl C 然後就把它 Ctrl V貼上 再來 把這邊改成F 就好了 這樣不就一個 也是方法 然後 在 後面的話 就是 Format 所以空一個 AND 然後打一個 Format Format 如果這些我都會錄下來 所以你如果有一些細節 不夠了解 反正你就回去 重看 重做 幾遍 這樣很快就出來了 多做你就會發現 貼上這個 然後 00 有沒有 後刮弧 中間缺什麼 缺一個 缺一個 什麼 缺一個那個 Dash 所以你就 也不用騎 反正呢 你就是 照著這個Tempo 然後最後的話 做完之後 Ctrl C 再把它 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 改成 H 那範圍的話 因為我本來這邊是4 I 都把它改成I 然後 上面記得 多一個for 也就是以後 反正 你的四串表 一定就是一個範圍 一定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後 剛剛有同學問說 哪一欄到哪一欄 那也是一個範圍 所以 如果你有列 有欄 那不是全部都可以跑完了 沒錯 就是以後呢 你一個工作表 就可以自動的幫我把 整個範圍全部都解決了 所以你按按鈕 全部都通通搞定了 甚至如果你一個工作表做完之後 下一個工作表也是一樣的話 你可以自動切到下一個工作表 幫你做一樣的事情 再切個下一個工作表 再幫你做完 那這樣不是更快的 OK for I 那一定是用I 不見得啦 你用 別的也沒關係啦 你用A 可不可以 這個是一個變數的名稱 然後 4 到 103 OK 然後 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NAS 那我建議各位 就是說 這個中間 這個是一個 按個TAB鍵 這邊按兩個TAB 這邊按一個TAB 這個是縮排 那如果你有縮排的話 就會清清楚楚的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把它執行過 就出來了 再來就是 把它清除 Ctrl C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清清 改個清楚就OK了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第一個層次 那這邊的話 把這邊全部再刪掉 改成什麼 改成空置串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完成 第一個 第一個層次 部分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做第二個 就是說 可能有同學想說 老師我的需求不是按按鈕 等一下還要再講按鈕怎麼加上去 OK Sale幫你去完成什麼事情 那你做完之後呢 假如你希望 在旁邊呢 做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執行 那怎麼做 好 這個時候切回到 這個畫面 然後一樣 開發人員 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裡面有個表單控制 像這邊有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這個 有沒有 開發人員裡面的 插入 裡面的 這個按鈕 那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按下去之後的話 點它一下 這個時候你可以 拖拉跟畫圖一樣 按住左上 再按 按住不要放 再往右下 拉出一個範圍 按鈕大小有你決定 大概這麼大好了 OK 這個時候呢 它會彈出一個是指定句集 那因為指定句集裡面我 給它的 剛剛的程序名稱 是門號 所以你就直接 選這個門號 然後呢 順便把這兩個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按確定之後 因為上面要打 按鈕的名稱嘛 那因為複製就可以偷懶了 Ctrl V就可以了 不然你要再打門號兩個字 那這樣子會比較省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 就是常常這樣做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門號了 再來清除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方法 再插入一個 這個邊有個清除 所以再拉一下 OK 然後清除 一樣 複製 然後 這邊再 刪掉 貼上 OK 好 完成了 按下去 有沒有 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以後你寫完的 這個 程式 都可以在旁邊加按鈕 但是這個方法 比較正式 比較正式 那如果說你希望比較不正式的方法很多 比如說插入裡面有 很多圖案 美工圖案 可不可以做變成按鈕 可以 圖案可不可以 所以 一般如果說你要加個笑臉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然後顏色可以 顯眼一點點 都可以 這個可不可以按下 它的話 指定右鍵 指定聚集 可不可以是笑臉 可以 可不可以蒙好 可以 那可不可以再插入一個 圖案 它是清除好了 清除比如說是XX 用這個來代替 這個 這個 然後呢 它的顏色的話 這個顏色好了 按右鍵 指定聚集 可不可以是清楚 可以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按下它可不可以清楚 一樣可以清楚 按下它可不可以 產生門號 可以 所以 當然如果之前有同學就是學會了之後 他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然後他又不想讓他老闆知道他效率提高了 不然的話他老闆知道你已經做完了 會覺得 那你工作量好像變少了 應該 他不會給你加薪 只會給你加工作 所以怎麼辦呢 他後來 他的按鈕就不要做這樣子 他就做 一些 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機關 對不對 然後等到 對不對 需要的時候再按一下 按一下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平常就裝忙 是不是 然後 需要的時候 按下 所以之前有同學 有一個同學 因為他的需求是 他每天的工作最重要就是印報表給老闆看 然後呢 需要很多 多頁面處理 所以 他後來學會之後他工作非常變很輕鬆了 按下 按鈕之後 自動就會產生報表 但是這個工作 他也不要讓老闆知道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 可以把按鈕 暫時 就是放在一個地方 老闆也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反正老闆 他就看到 你很忙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薪水也會照樣給你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就是 按鈕的產生 你除了可以開發人員的這個地方 之外 這比較正式之外 可以在任何的圖案 圖片都可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只要記得就是按右鍵 有一個指定矩期 也就是當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就會去幫你執行 這個聚齊了 所以以後你只要寫出任何的VBA 都可以在你的Excel 畫面上任何地方出現 你只要按下他 就可以去幫你完成那件事情 OK